众树蓝潭风云帮你解读最新的NBA消息 衡量NBA球员能力的是他拿到的薪水 字母哥、约记棋都拿着超级顶薪 今年夏天塔图姆可以5年3.34亿许约 明年冬季棋可以5年3.67亿许约 而2030年,也就是7年后 文班至少可以拿到5年5.91亿甚至5年7亿的大合同 按照这样的发展趋势 5年10亿的合同也会为时不远 而老詹也不会轻言退役 他可能会成为NBA历史上 第一个赚到10亿美金的球员 超级顶薪让球员赚更多的钱 NBA第一份上亿美金的合同 是1996年奇才和朱万霍华德 签下的7年1.05亿美金的合同 库里在2017年和勇士签下的 5年2.01亿美金的合同 这也是NBA历史上 第一个超2亿美金的合同 2023年 凯尔特仁和布朗签下5年3.04亿的合同 这是NBA历史上第一个超3亿的合同 布朗签下的就是超级合同 扑发超级顶薪的条件是在联盟征战7个赛季以上 并且从未换队 他的合同还剩两年 这个球员还需要满足以下条件中任意一个 近一个赛季或前两个赛季获选最佳防守球员 近三个赛季中任意一个赛季获得了常规赛MVP 如果球员符合以上条件之一 就可以拿到公资帽35%的起薪 并且每年增加8% 字母哥在2020年曾签下5年2.28亿的超级顶薪 预计其曾在2022年签下5年2.76亿的超级顶薪 布朗则在去年签下5年3.04亿的超级顶薪 球员能拿到超级顶薪取决于球队的公资帽 球员的公资起薪是公资帽的35% 以后每年8%添加 工资帽高 他们的合同金额就越高 最近NBA的工资帽一赛不断提升 23到24赛季工资帽达到1.3亿 奢侈税上限则是1.65亿 而22到23赛季工资帽则是1.23亿 奢侈税上限是1.5亿 13到14赛季也就是10年前 工资帽是5867万美元 奢侈税是7174万美元 最近10年间工资帽上涨了221% 在16年夏天 NBA签下新的转播合同后 工资帽大幅提升 15到16赛季工资帽是7000万美元 而16到17赛季是9414万美元 提高了34% NBA新的转播合同将在25年到期 这份合同自2016年生效 金额是9年240亿美元 因为签下了巨额的转播合同 16到17赛季起 工资帽大幅提升 2021年NFL达成新的电视转播合同 是11年1130亿美元 每年超过100亿 所以NBA方面对新的转播合同要价非常高 他们开出9年750亿美元的天价 但没有转播商签约 如果联盟能签下9年500亿的转播合同 球队的工资帽在25年夏天 就会实现30%的增长 如此 文班在30年拿到5年7亿 并不是难事 如果按照现在的工资帽增长速度 文班在30年可以签下5年5.91亿的合同 如果NBA在25年签下9年500亿以上的合同 文班就可以拿到5年7亿 没有人能预计会签下多大的转播合同 但肯定会比现在的9年240亿高 所以即便达多姆布朗签下超级顶薪 在25年以后工资帽大幅提升后 他们的超级合同顶多只能算是顶薪合同 詹姆斯自03年进入联盟后已达了21年 他生涯挣了4.79亿美元 创造NBA历史球员总薪资新纪录 并有望在下赛季成为NBA历史上 第一位赚得5亿美金的球员 今年夏天 塔图姆符合签超级顶薪的一切条件 可以签下5年3.34亿的超级顶薪 他同届的新秀中 国王的福克斯 热火的阿多巴约 如果本赛季入选最佳阵容 也有可能签下5年3.34亿的超级顶薪 冬契期已经预定了 在2025年夏天签下5年3.67亿的超级顶薪 冬契期现在是最佳阵容的常客 能阻止他拿到超级顶薪的只有65场规则 皮股的麦克勒姆是联盟工会主席 他此前谈到文班 说10年以后 文班会拿到1.25亿美元的年薪 他的合同可能是5年7亿美金 麦克勒姆这么说绝不是信口赐黄 联盟的超级顶薪总薪水每年以10%增长 去年布朗3.04亿 今年塔图姆3.34亿 25年冬契期3.67亿 则26年是4.03亿 27年是4.44亿 以此类推 如果文班2030年的时候不受伤 他就会拿到5年5.91亿的超级顶薪 而在2032年的超级顶薪是7.15亿 比麦克勒姆说2033年5年7亿的超级顶薪提前一年 当然 这一届都是建立在NBA工资帽平稳增长之上 要是NBA签下更大的转播合同 球队的工资帽在2025年就会有30%以上的增长 球员的工资也会水涨船高 荣誉就是钱 NBA规定签下超级合同必须入选最佳阵容 所以球员拼命表现希望能够入选最佳阵容 去年夏天联盟开始实行65场规则 今年受伤病影响 恩比德和唐斯大概率的无缘最佳阵容 而处于合同年的热巴得渔翁之力 去年夏天宣布提前续约的小萨则后悔不已 近日 森林郎宣布唐斯遭遇左膝半月板撕裂 唐斯确定接受手术治疗 他预计将缺席本赛及余下的比赛 唐斯希望在季后赛第一轮时能复出帮助森林郎夺冠 而还没有伤愈就出战也会为他未来的伤病埋下隐患 唐斯本赛季出战60场场均22.1分8.4篮板三助攻 投篮命中率50.6% 3分9命中率42.3% 他今年第四次参加全民兴赛 替补出场拿下全队最高的50分 森林郎五大首发康利·爱德华兹·麦克丹尼尔斯·唐斯·戈贝尔同时在场时 进攻效率118.9 可以排名联盟第四位 而唐斯缺席时 森林郎本赛季进攻效率114.6 排名联盟第18位 可见唐斯缺席对森林郎影响非常大 一人缺战便让森林郎的夺冠蒙涨了阴影 由于受伤让唐斯无法满足65场规则 所以也就无法进入最佳阵容的选评 他四年2.21亿的合同 2028年才到期 因此最近两年也不用签新合同 无法入选最佳阵容 对他经济上没有影响 恩比德和唐斯同并相连 恩比德本赛季只打了34场比赛 他也无法满足65场规则 没有大地的七柳人成绩不佳 现在35胜27负 排名东部第七位 恩比德四年2.13亿的合同 二七年到七 他和唐斯一样 即便无法参加最佳阵容的评选 也不会在经济上有影响 他俩本来就是最佳阵容的有力竞争者 恩比德在受伤前还是联盟的得分王 而唐斯凭借森林郎的优异战绩 和自身的实力达到最佳阵容 估计没有太大问题 而现如今 他们无法入选最佳阵容 也就给了其他球员机会 MDA最佳阵容附内三阵 一共15个名额 而且每个球员都是按自己的位置停选的 假设中锋位置没有最有力竞争者 那就从替补中锋里选人 绝对不会让一个后卫 占据最佳阵容的中锋位置 联盟最厉害的中锋 无疑就是约基奇 唐斯 恩比德 戈贝尔 阿德巴约 戴维斯 小萨 波尔金吉斯 和文班等人 以球员的表现来看 约基奇无疑是一阵的中锋 小萨可以入选二阵的中锋 阿德巴约波神可以竞争三阵的中锋 戈贝尔则可以竞争最佳防守球员 阿德巴约是2017年的新秀 他今年夏天可以和球队提前续约 塔图姆满足前超级合同的一切条件 可以拿到五年三点三四亿 阿德巴约也会因为唐斯修战而余光得力 他只要入选最佳阵容 就有资格签下五年三点三四亿的合同 有资格竞争最佳阵容的临线球员中 小萨是最亏的一个 他在2023年和国王四年1.88亿提前续约 小萨23到24年工资是2800万 所以他亲合同最大起薪 就是2800万的140% 及3920万美元 然后每年8%的增加 他最大可以签下4年1.88亿 小萨今年场均可以得到20分 13.5个篮板 8.4助攻 58两双 位列联盟第一位 22-43双 联盟第一位 国王战组 国王战绩36伤26伏 席补第七 以他精进的表现来说 球员觉得入选最佳阵容是肯定的 而早知现在的话 小萨就可以在今年夏天和国王完成五年3.34亿续约 但在去年续约后就导致他准时了将近1.5亿美元 小萨去年续约的时候可能是对自己没信心 因为他自身也是一个伤病缠身的球员 他也害怕遭遇考心思悲剧 因为达上最后只能拿底薪合同 另一方面就是他可能潜意识认为恩彼得 约基奇等人数据好 球队战绩也不错 他即使打得再好 也没有办法入选最佳阵容 也就没有签大合同的机会 但未来发生的事儿 谁又能说得准呢 球员能否签下超级顶心 一是要对自己有信心 二是要有好运气 如阿德8月刺激打得也好 恩彼得唐斯帮忙 会让他有很大机会入选最佳阵容 如此他就能拿到5年3.34亿 而小萨则是落袋维安 他早早4年1.88亿去约 断送了自己拿到5年3.34亿的机会 球迷朋友们 你们对次怎么看呢 来给我留言评论探讨一下吧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大家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朋友点赞订阅 感谢大家